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莫玉金 独家出品 1581集 大叔啊 你 你这是怎么了 小穿山甲显得十分关切 别说 小穿山甲这个同类了 就连张凡和方眼这两个异类 也都是十分关切地望向大穿山甲 从两人的目光里面就能看得出来 喂 没事 大穿山甲晃动了一下手掌 说道 刚刚进入凤凰举口之中的时候 我又遇到了那股炙热气息和强大妖气 我身上的糊味和脖子上面的伤势 都是被那炙热气息所伤的 不过现在里面的念力消失了 具体情况我还没有搞清楚 这里面的情况已经超过了咱们的能力范围 弄不清楚也算是正常 张凡四下打亮了一眼凤鸣山 又望向大穿山甲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 我可以帮你治疗一下伤势 听到张凡的话 大穿山甲愣了一下 试探性地问 哦 你懂得医术啊 是的 稍懂一些 啊 我也没什么不信任的 你来吧 获得同意 张凡便从随身带的布包里 把银针掏出来 而后 用仪器御针之法 开始为大穿山甲施针 张凡对于人体穴位十分精通 虽然动物穴位和人体穴位有些不同 但是 其实位置相差不大 只要能找到大概位置 然后再去找那种按压穴位的感觉 便可以轻松地找到穿山甲身上的穴位 所以 为穿山甲治疗 对于张凡来说 其实也并不困难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 张凡失散在大穿山甲身上的迁徙症 便开始有了作用 只见 穿山甲伤口位置 那本来向外滴落的血液 逐渐地被血肉组织吸收 紧跟着 粉红色的肉芽 便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 看到这一幕 无论是大穿山甲 还是小穿山甲的眼神里 都浮现出了一幕惊骇了 小穿山甲更是下意识开口 这 这也太神奇了吧 大概过了三四分钟 大穿山甲脖子上面 那巨大窗口 已是消失不见了 恢复成了之前没有受伤时候的样子 他那焦黑的鳞片 也已经恢复成了之前的棕色 同时 大穿山甲也是恢复了精神 他清晰地发现了自身身体的变化 眼神里 闪过了一抹兴奋的光芒 把目光投向张凡 钦佩地称赞道 小伙子 没想到 你居然有如此的本事 可真是厉害啊 这次我得谢谢你啊 好不 要说谢谢 是我们得谢你 如果不是你以念力阻止我们进去 恐怕我们早也是伸手一触啊 穿山甲听了摇头 然后 也不再纠结 听你们的意思 是为了三年前 半空中落入 凤凰居口里面的东西来的 我劝你们还是离开吧 等你们以后实力足够强大地再过来 此地景色优美 就当是出来玩玩好了 这也不算是白来 张凡和方言 互相对视一眼 微微点头 两人之前已经打算要逃离 所以心底 也就没什么波澜了 那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我会留在凤鸣山 一方有人误入凤凰居口而丧命 我呢 再顺便教导一下 这个小家伙 一边说 大穿山甲 一边把目光投向了身旁的小穿山甲 听到这话 小穿山甲的眼神里 闪过了一抹兴奋 谢谢叔叔 由师父教导 自然是要比自己闭门造车要好得多的 看来 这大穿山甲 还是一个十分善良的精怪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我们先走 好 两位慢走 咱们有机会再见 张凡迈出了一步 又转过头来 妄想大穿山甲 没有来得问道 你在此地活了这么久 除了凤凰居口里面那个特殊物品 还有没有听说过别的什么东西啊 啊 别的 我就真的没有听说过 也没有见过了 张凡听了有些失落 而后 便和方言 朝古来村的方向走了 走出几步 方言说道 先生 我感觉黄晴云的父亲 让咱们找的东西 应该就是 封黄居口里面的东西 其实 您最后问哪个问题 都是无所谓的 张凡看了一眼方言 面带疑惑 可是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没有想明白 什么问题 晴云父亲让咱们来古来村 找一个所谓我想要的东西 他一定把古来村的情况 已经调查清楚了 而且 他也清楚我的实力 如果那个东西 真是凤凰口中的东西 他应该很清楚的 凭借我们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获得 那么 他又为什么要让咱们来呢 听到张凡的话 方言眉头一皱 您的意思是 我有两种猜测 第一种 晴云父亲口中所谓的那个 我想获得的东西 并不是 凤凤凰巨口里面的东西 第二种可能啊 就是我最不愿意相信的可能了 张凡一边说 眉头一边皱了下来 方言双眼也是一眯 而后 他紧跟着说道 他是想借助 您对于清云的信任 借助凤鸣山的神秘力量 让您掌身于此 张凡猛地把头 避过去望向方言 时间 就仿佛是在这一刻停滞了一样 从两人内心来讲 两人都不愿意相信这第二种可能 张凡和黄晴云 为同寝室的室友 也同样是推心置腹的兄弟 可如果父亲的兄弟要嗨他 他们又该如何相处呢 但眼前所发生的事情 却的确是这样的指向 这又让人不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